有关稍早跟你报告F16V的最新消息 我们现在手边有了最新的数据 也就是在今天下午2点55分的时候 F16V去执行任务 在3点26分的时候 在嘉义东时的外海光点消失 现在被证实是已经坠海 那现在目前的最新消息 我们的资认军事记者杨振权 已经在线上替我们掌握到 我们时间要交给振权 振权请说 现在空军事发出了新闻稿 证实了这一起的意外事件 那这一架是由在嘉义空军基地 几个的F16的单座战机 编炮是6650 它是在下午的2点55分起飞 由飞行员陈毅上位所驾驶 执行例行的训练任务 而训练的空域则是在这个 嘉义的东石外海 也就是在空军的这个水溪靶场的周围 来进行相关的训练 当时空中是有两架的F16V的 战机编队的飞行 大约在3点23分的时候 这架战机的光点是消失在雷达上面 而在雷达光点消失之后 空军是立刻成立了应变中心 全面的展开这个所谓的搜救行动 而就我们现在所了解 事实上呢 在这个民众也有人在现场就目击了 这个战机大角度的坠台 那因此的消防局嘉义的消防队 还有就是国军的这个嘉义的救护队 还有就是这个海面上的海巡的 这个救援艇 也已经是陆海空三方齐发 要来全面进行抢救任务 而事实上呢 在这个水溪靶场的这个空域 最主要要进行的训练 大多是对地的诈射任务 因为这个水溪靶场就是F16V 来进行这个相关对地 射击训练的一个产役 那今天在这个3点23分的时候 按照这个国防部发出的新闻稿 3点23分的时候 战机的光点消失 当时空中同时是有两架 F16V的单座机在执行任务 而这一位驾驶陈翼他是上位 那他的这个飞行经验 看起来也应该是相当的足够 不过呢 在这个东石外海这个落海之后 现在呢 军方已经是包括了空中的 这个救援直升机 海面上还有就是定面 已经是全面的来进行搜救 而上一次F16发生意外 是在2020年的11月17号 巴联空军基地的蒋正志 后来接近为少将的蒋正志 他在大使F16V夜行的时候 最害意外身亡 那其实F16V在去年的11月18号 也就是大约三个月前 犹太英文总统 请自到嘉义基地主持成军典礼 这个F16在经由汉翔公司的 这个整个性能提升 现在已经嘉义基地 是全面换装为F16V 要来保护我们的这个天空的安全 那按照空军现在的规范 战机发生了意外之后 所有同行机将会先全面 暂时停飞 要来进行所有的天安特检 要特检黄确认没有任何问题 才会再重新的来执行服役 不过这段时间的 所有的作战任务将会 遭遇幻想以及经过号战机来 而事实上呢 在这个国家中心的资料来显示 其实有民众在这个 所谓的奥古湿地的北极西侧 退海的时候 立刻就派遣 国防部就立刻派遣了两架直升机 全往空中来自己搜救 但是呢 其实从这个现场船槐的画面 可以看得到的话 其实海面上的这个波光 其实是还蛮多的 海上的这个风浪 应该是还不会太小 所以整个救援行动 究竟能不能顺利 还能不能够看得到 这些所谓的雷达消失光点的地方 能不能标定出 这些所谓的战机的位置 可能都还要再进进一步 等待军方给更多的消息了 这是目前我们所讲述到的最新状况 好我们谢谢政权 为我们带来的最新消息 那这个地方的数据也跟您修正一下 在光点消失的部分 是在今天下午的3点23分 那针对这起意外呢 现在目前总统府的发言人 张中涵是表示 已经成立了应变中心 现在各个单位呢 都在进行搜救当中 蔡总统呢 现在也只是救援优先 当然事故原因 现在还要进一步厘清 那另外呢 有关于政权刚刚所提到的 有目击者说看到了这架飞机 那他最后的一个画面 到底是如何 以及他的说法为何 我们赶快来听听 好当然目前嘉义的最新状况 我们三略新闻将会持续的 带您来掌握 请您千万不要错过